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运三风水 命有脊躁 心随静转 每个人都是一个能量场 我们的命运往往就藏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中 为人处事 千万不要破坏自己身上的上等风水 修一颗善良的心 说起静随心转 很多人觉得不过是无稽之谈 实则不然 早在十年前 作家朗达·拜恩就在《力量》艺书中提出了磁场的概念 他说 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磁场环绕 你的磁场会吸引相同的人合适 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 磁场对我们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也通过大量测试证实 人体有规律的生物电流会产生磁场信号 而这些信号往往是一个人的意念和心意 也就是说 你心存善意得到多助 运气就好 反之则失道寡助 诸事不顺 近期热播剧《欢迎光临》中 酒店门童张光正的故事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他对空姐郑友恩一见钟情 可无奈自己是个一穷二白的北漂青年 根本入不了对方的眼 起初为了爱情 他加入老年广场舞 想通过接近丈母娘追到女神 可仅仅几天后 他就对这群老阿姨心生怜悯 体会到了他们的孤单与无助 后来 不管友恩怎么拒绝他 他都义无反顾地照顾和帮助这群阿姨 教他们用手机 陪他们聊天 帮他们参加广场舞比赛 而阿姨们也成了他追爱路上的神助攻 帮他达成所愿 出人意料的是 追到友恩后 张光正仍像从前那样积极帮助这些长辈 朋友问他 女神都追到了 你还理这群大妈呀 张光正说 我帮阿姨早就和友恩没关系了 在我心里 我把自己当成了他们远在外地的儿子 就想多帮帮他们 其实友恩不傻 他看得出来张光正人好 心更好 才愿意把自己的幸福交由他的手中 人生的道路全是由心来描绘 心念决定言行 言行营造磁场 磁场影响运势 运势主导风水 可见 我们若想生活顺遂 就要修炼一颗善良正直的心 爱出者爱反 服王者服还 善心 可谓身上的第一大风水 需要我们悉心呵护 《养一张和气的脸》 《同城县志》里 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康熙年间 礼部尚书张英的家人 因修筑地基与邻居发生争执 希望他出面打压一下对方 没想到张英回信说 千里修书只为强 让他三尺又何妨 家人看到这句话羞愧难当 立刻退避三尺 没想到邻居见状后 也主动后退了三尺 愣是在两家之间 流出了一条六尺像 张英不想为了这点小事 伤了两家的和气 而他的宽容大度 也终成了一段佳话 前不久看了这样一则新闻 菜市场两个大爷 因抢占摊位大打出手 甚至拉来儿女助战 两位大爷谁也不让谁 为了出口气 先是你养了我的骨粉 我摔了你的菜瓜 后来又指着对方的鼻子码 甚至推推嗓嗓大打出手 一位大爷喊着 不争馒头争口气 抓起一把辣椒粉 养到对方脸上 另一位大爷也不甘示弱 操起一把水果刀就冲了过去 若不是众人及时阻拦 后果不堪设想 这位大爷不解气 又拿起手机把孩子叫来 引发了一场菜市场泄斗 结果老人们气得血压飙升 孩子们因为打架斗殴 被警方带走 本来小本生意就赚不了几个钱 这下可真是赔大了 俗话说 和气处事纷争少 宽以待人朋友多 宁让三分不争一时输赢 和气待人可保万事顺遂 生活总是充满各种矛盾和纷争 与其硬着头皮往前闯 不如退一步 海阔天空 做人心平气和 凡事以何为贵 好运自然会不请自来 生活才会舒心自在 练一张善言的嘴 寻子有言 与人善言 暖于不薄 伤人之言 身于毛脊 口吐莲花 让人如沐春风 恶语相向 则势必矛盾频发 麻烦不断 心理医生 洛丽哥特利布 曾经接待过一个 令他十分苦恼的患者 一个叫约翰的男人 从一进门就满嘴脏话 抱怨周围的人 全是蠢货 他咒骂同事 是唯利是图的小人 嘲讽妻子 是个十足的神经病 甚至说起两个女儿 都没一句好话 当他得知 洛丽是个单亲妈妈时 竟用调笑的语气说 难道没有一个男人 看上你吗 殊不知 当时洛丽正在经历 分手的痛苦 听见约翰这么说 他只能强人怒火 有一次 约翰竟然在就诊时 点外卖 对着电话那头的 外卖小哥破口大骂 你父亲没教你 怎么做事吗 我想他应该和你一样蠢 分不清沙拉酱和番茄酱 在约翰四十多年的人生中 他似乎无时无刻 不再咒骂抱怨 诋毁和奚落别人 而他的生活也一团糟 工作上受排挤 妻子和他闹离婚 除了一条宠物狗 没有人愿意搭理他 久而久之 他患上了躁郁症 不得不开心理医生 然而 洛丽却无法帮到他 只能对他说 如果你不改变 说话的方式 我们的治疗将无法进行 别小瞧说话的艺术 服从口入 或从口出 我们说出的每一个字 最终都会报应在自己身上 口不择言 成口舌之快 无视他人的感受 结果只能是被孤立 被排挤 相反的 恶言不出口 苟言不流耳 用暖心的话语 给人鼓励与安慰 自然能结善缘 欲贵人 练就一张善言的嘴 人生的路 才会越走越顺 有个人 年轻时遇到一个算命先生 说他活不过53岁 而且仕途黯淡 无子无孙 一开始 他对此深信不疑 直到遇见一位云谷禅师 对他说 勇言赔命 自求多福 言下之意就是告诉他 福报权在自己修行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自此 这个人开始积德行善 修身以德 结果不仅高中进士 子孙满堂 还活到了70多岁 这个人就是 了凡四讯的作者 袁了凡 他将人生感悟 凝结为八个字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而方寸 恰恰是我们自己 命运不会偏向谁 上天也不会眷顾谁 是福是祸 皆是定数 运气好坏 皆有因果 行好事 说好话 与人为善 生活自会风调雨顺 天平地安 生活再难 别忘了自己身上的能量场 日子再苦 也要学会 运化自身的风水 愿我们修得一颗菩提心 活成自己的幸运神 共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